各位早,你们好。 感谢神的一个,只有机会一起来研究圣经的话。 我什么地方去,我都觉得非常有福气, 因为上帝给我有这个机会, 可以放心的讲我从圣经里面发现的真理, 也是你们的福气,能够来到基督教会, 领受圣经里面准确原文里面的翻译,非常好。 我20号就已经写好了这个奖章, 今天是29号,我发现这个奖章, 非常适合今天。 这个周末,我看见新闻报道, 美国好多高速公路走不通, 因为汽车太多,很多人都到处去游玩。 所以这个奖章最后十。 得救了的人,星期天会在哪里? 感谢主任天,我来美国差不多五十年了, 英文也会我,这个真是很奇妙。 清楚地慢慢地说出来。 得救了的人,星期天会在哪里? 从足智翻译的圣经,我查到这些。 这是原文足智翻译的圣经。 主将得救了的人,放在一处, together,放在一处,一个地方。 有些翻译,加给他们。 有些翻译,加给教会。 但是我发现呢,它英文是together,放在一个地方。 五春节日到了,门徒得救了的人, 都聚在一处。 其妙地在这里,我谋神的恩典,发现这些经文, 然后把它连接起来,非常通顺。 所以也是你们的福气。 这个世界上你要找到这种道理,很难搞的。 因为你必须有上帝的引导,圣灵的指导, 给你启示,都在圣经。 只是你怎么发现,然后怎么连起来。 非常奇妙。 主是主耶稣基督自己, 将得救的人放在一个地方, 放在一起在一个地方。 五春节日,门徒都聚在一处, 这个经文。 得救的人,住聚在一处,就是教会。 真是奇妙。 这是郭林诸前书十一章十八节。 所以教会是这样来的, 得救的人,主把它放在一个地方。 然后呢,两千年前,教会开始的时候, 就是这帮得救的人,聚在一处。 然后我又发现, 郭林诸前书十一章十八节。 这些得救人,聚在一处,就是教会。 如果你要找全世界, 所有的英文翻译,中文翻译, 你找不到。 他们都不是这样搞, 他们都不是这样翻译。 这是原文圣经里面, 上帝特别恩待我们, 叫我们得到, 然后编起来, 非常通顺。 那把它记清楚哈, 可能这只是你一次的机会。 是主耶稣基督自己, 将得救的人, 放在一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又看见, 《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 主的门徒, 就这些得救的人, 聚在一处。 然后我们又看见, 《古灵多前书十一章十八节》, 聚在一处, 得救人聚在一处, 就是教会。 清楚吗? 得救人, 星期天会在哪里? 《五旋节日》。 《五旋节日》。 到了, 门徒得救的人, 都聚在一处。 《五旋节日》是什么日? 七日的第一日, 就是安息日之后的那一日。 感谢神人点。 因为我这一辈子, 很多人给我变。 所以我有机会, 越来越准确。 而且越来越简单。 七日第一日, 就是安息日后面的那一日。 《马太》二十八章第一节。 都是圣经里面的东西。 向你问犹太人, 你就知道, 安息日是星期六。 星期六后面那一天, 是什么? 星期七。 星期天, 它不叫星期七。 六七吧。 我们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四。 它不叫星期七, 它叫星期天。 所以, 德基人人, 礼拜天在哪里? 在一处。 这一处是什么? 教会。 今天非常有福气, 全美国, 汽车挤满, 高速公路, 他们都去什么地方? 基督教会。 它一定是这样。 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去哪里, 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道话啦, 告诉你啦。 为什么他们, 在这个星期天, 特别是这个星期天, 高速公路, 挤满汽车。 他们抢作, 一定要去教会。 都是去教会。 所以, 今天, 高速公路, 车都满了。 德基人人, 星期天, 站什么地方? 星期日, 我们聚会白饼的时候, 把我讲道。 今天是, 成员在这里讲道。 感谢神恩典。 十路行站二十章, 第七节。 十路行站二十章, 第七节。 星期日, 礼拜六, 后面那一天, 德基人人聚在一起, 白饼, 讲道, 听道。 这是教会。 第一个, 第一个, 很清楚了, 希望你们要记得。 不记得也不要紧, 我们现在可以上网。 我知道, 我到加州那边有人, 在看上网, 看我讲章, 你看, 可能看一百次, 然后呢, 你会理解。 第二个, 得救的人聚在一处, 就是教会。 这个教会叫什么名字? 非常顺理成章。 如果你道理讲的对呢? 是一定很通顺, 很自然, 连着来的。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功夫, 信耶稣有这个功夫, 圣经是非常容易明白, 因为它是合理的, 是普通常识, 顺理成章。 这些得救的人, 主把它放在一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教会。 这一班人聚在一起, 就是教会。 那么这个教, 叫什么名字呢? 我今天早上还跟我太太来的时候, 跟我太太说,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 就觉得我们有好些中国牧师, 串烦教会, 会伟大光荣。 后来我发现, 最大恶极。 李冰啊,明白吗? 我们年轻的时候, 以为这些人会串烦教会, 伟大光荣。 那后来我们明白圣经以后, 是最大恶极。 非常可怜。 我也在内。 年轻无知的时候, 以为他们非常伟大, 能够创办自己的教会。 现在我们才发现, 那是极恶, 最大恶极。 撕裂耶稣基督的身体, 谋杀碎尸万段, 把耶稣的身体碎尸万段。 这是非常极大的罪恶。 感谢神恩典。 现在我能够讲这句话, 而且不怕传世界, 任何人要来变。 感谢神恩典。 以前常常有人劝我, 要把这些写下来。 现在我有更好的, 若像带, 亲口听众我说, 不要赖别人, 我说的话, 我负责。 我敢说的话, 就是我敢负责。 而且是传世界。 特别是那些, 他以为是神圣家。 我非常希望, 有机会, 跟他们一起学习。 德基尔人, 居于这一处, 就是教会。 这个教会, 教授名字, 顺理成章。 说到迦泰那里的教会, 使得保罗这样说。 在犹太传递, 过地的基督的教会, 还没有亲身见过我的面。 这里,我在加州, 有人愿意念经圣经。 所以我们要用一点, 我们数学里面的, 排列组合。 里面记得吗? 排列组合。 ABC, 可以CBA, BAC, 这样排。 所以他们不同的圣经翻译, 他们排, 犹太的教会, 在主里面。 但是呢, 我们排, 我发现有个地方他排, 基督的教会, 在犹太地那里, 基督的教会。 所以这指的字, 要看你怎么样排。 你有上头来的智慧, 上的恩戴你, 你就排得对。 你排得对, 就顺理成章。 你排不对, 就很大的麻烦。 但是呢, 世界上的人, 无知人太多了。 连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们以为, 他们能够串帮教会, 非常伟大光荣。 后来我们发现耶稣的祷告, 全世界的人, 要成为一个耶稣的圣体。 我们就发现, 这些人, 把耶稣的圣体, 碎尸万断。 最大恶极。 只要看, 你对圣经的理解, 有多少。 福田的时候, 就对他们捍卫大。 你深入一点, 谋神的启示。 你就发现, 这些人最大恶极。 是我说的。 全世界, 胆敢, 自己, 创断教会的人, 都是最大恶极。 我讲一百次, 不怕, 感谢神人点。 在犹太过地, 基督的教会, 还没有亲身见过我。 这种名字, 叫做基督的教会。 在加太, 犹太, 犹太, 过地, 基督的众教会, 问你们, 听清楚了。 罗马书, 十六章, 十六节, 都是基督的众教会。 基督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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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会。 这一次, 我发现有个地方, 基督教会, 基督教会。 哇, 他那块停车场啊, 我们这里整条街, 这里整条街, 他那个停车场, 他的传道人啊, 是当地的法官。 哇, 这个厉害。 哇, 如果我们这里, 传道人做当地的法官, 那你们就有福气了。 信都不消息, 你一来, 你是基督教会, 弟兄姐妹, 才是基督教会, 改定, 留在美国。 明白吗? 如果我现在也是法官人多好, 谁要留在美国来? 我一改过一件事情, 问都不要问了。 就行了。 哇, 好厉害。 OK, 感谢12点。 他问我, 你这个礼拜天, 会不会站在这里。 我说, 我明天就走了。 感谢12点。 非常高兴。 第二个, 主把得救人, 放在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又发现, 两千年前, 主耶稣的门徒, 得救人人, 聚在一处, 在礼拜天, 礼拜天, 得救人, 聚在一处。 然后我们又发现, 这些礼拜天, 聚在一处, 就是什么? 教会。 这个教会叫什么意思? 基督的教会。 传签一下清楚哈。 史罗保罗说, 基督是传教会之手, 头。 应该讲头比较清楚一点。 教会是他的神主。 史罗保罗说, 我们这许多得救的人, 在基督耶稣里面, 形成一个基督的身体。 我们这许多得救的人, 在耶稣里面, 形成组织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 罗马书十二章第五节, 非常通顺。 基督是这个身体的头, 人都知道, 一个头配多少个身体。 我问传, 问遍传天下, 你一个头想配多少个身体? 一个半, 两个? 三个? 明白吗? 我发现, 有一个半好像很好哦, 因为好像我们汽车有备胎。 这个地方坏掉, 现在隔一隔, 过来补上去就行了。 怎么不好呢? 开玩笑。 如果你有一个半的肉体, 你就麻烦。 总而言之, 一个头配多少个身体? 传天下你告诉我。 主耶稣说, 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环石上, 我的教会。 主耶稣说是我的教会。 教会身体没有自己的名字。 都是跟着投教的。 李某人, 李某人的身体。 陈某人, 陈某人的身体。 身体没有自己的名字。 是这个缘故。 传天下听清楚。 OK, 第四, 教会不可分宗派。 这一次非常简单。 教会不可分宗派。 主将得救人交给教会。 我是照他们的翻译。 OK, 是主把得救人放在一处。 这些得救人在一处, 就是教会。 弟兄们, 我记住, 我们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劝你们都说异样的话。 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宗派。 上帝恩典。 我们中文翻译, 不可分门戒党。 现在的准确、简单翻译, 不可分宗派。 因为分门戒党, 那个英文字跟denomination, 这个中派是同一词。 清楚了, 全世界有时候信耶稣, 也需要有一点头脑教育。 知道分门戒党。 那个英文翻译, 那个原文意思, 也翻译中派。 因为现在教会就分中派。 所以这是同一词。 你们这个教会不可分中派。 只要一个心, 一个意念, 一个思想。 一个心, 一个意念, 一个思想。 有时候我以前没有明白的时候啊, 我很高兴感谢神。 刚才我听见有人告诉我, 我带了几个人来啦。 如果你们是第一次来, 我再提醒你, 就那。 如果你们只有一次来, 要记得, 每一个人有三条命。 灵, 与魂, 与身体。 三条命, 有两个羽在中间。 所以你不能不知道。 我们人有灵的生命, 有魂的生命, 有肉体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一心, 一意, 一个思想。 使徒保罗说, 分中派的人, 你们有两样事情要做。 对分中派的人, 第一, 第一, 警告他一次。 第二, 警告他第二次。 对中派的人, 你就有两件事情做。 一件是什么? 警告他第一次。 第二件呢? 警告他第二次。 我是照圣经做。 警告你自己搞。 我是这样搞, 请他吃一次饭。 如果你真是请他吃饭, 不要去太贵的地方。 有些地方, 一百块钱一餐, 也有七块钱, 六块九毛九一餐。 所以你钱多, 可以挖啦, 我是不花那个钱。 请他吃一餐, 然后呢, 警告他一次。 圣经里面说, 分中派的人, 是分裂耶稣的身体。 这个罪, 你犯不起。 千万不要犯。 赶快离开。 他不踢。 OK, 不要再一个人吵。 我们要活活气气的。 还有一天, 你有空吗? 再请你吃一次。 再轻轻告诉他。 他还是不听。 就要没有一件事情, 与他们一起做。 那我是赵圣经啊, 你要怎么搞, 你自己想办法。 你们确实知道, 这等分中派的人, 已经被盗犯了罪, 定自己的罪。 这是史诺保罗说的, 不是我说的。 这是我们中文没有翻译得很清楚。 英文翻译得很清楚。 特别是, 在那个最不好的圣经里面, 也翻译得好。 这一句翻译得好。 就是新果祭版, 英文新果祭版, NIV, 也这样翻译出来。 他那里也翻译得好。 分中派的人, 犯三个罪。 第一,被盗。 第二,犯了罪。 第三,定自己的罪。 英文、中文, 都是这样。 好了, 第五, 非常简单。 我希望一次过, 我要把这个录影带留下来。 得救的人, 星期天, 住在一处, 做什么事? 哇, 最近我住的地方, 我住的地方, 现在好像很热闹。 越来越热闹。 我旁边呢, 有一家韩国人教会。 他们祭鼓跳舞。 不过呢, 跳舞我没有看见。 那个鼓声呢, 很大。 然后他旁边, 他旁边, 他旁边, 本来呢, 有一栋房子。 现在起新的房子。 一家, 变成六家。 新的房子。 然后他的各边, 又另一个教会。 我这次回来, 然后发现, 因为现在开窗户了, 可以听见。 哇, 那边也是鼓声很大。 那边也是鼓声非常大。 那边鼓声非常大。 这边鼓声也很大。 我跟我太太说, 哎, 这两个教会好像在比赛谁的鼓声一点。 哇, 这六个家里在中间麻烦了。 所以你们要买房子, 你喜欢,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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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那你买啪。 如果不然的话, 他这边, 他进去想, 那边想。 OK? 得救人, 星期天聚在一处做什么事。 他们是记鼓跳舞。 平常呢, 要练习。 礼拜三练习, 礼拜五练习, 礼拜六练习。 然后礼拜天, 啪啪啪啪啪啪, 就打。 OK? 非常热闹。 他们是做这件事。 七月第一日, 我们聚会白云。 手胜肠。 使徒行乡二十章第七节。 我们知道圣经。 安安静静的, 非常严肃的。 聚会是必须非常严肃。 因为我们是在敬拜神。 白饼是什么意思?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 诸谢了。 摆开。 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写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记忆念我。 这是郭林多前书。 刚才我们用十一章十八节。 现在是二十三节, 二十四节。 饭后, 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心用。 你们每逢喝着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记忆念我。 你们每逢吃着饼, 喝着杯, 是宣布。 Proclaim。 Proclaim。 就是酸告。 从普天下, 像普天下酸告。 耶稣为我们钉石下。 耶稣为我们死。 耶稣为我们埋葬。 耶稣为我们复活。 所以复活节是什么时候? 礼拜天。 礼拜天。 不是一个礼拜。 一个一年一次复活节是礼拜天。 礼拜天, 礼拜天星期日聚会白饼, 纪念耶稣为拯救我们。 我现在在研究什么? 以前我不会回答。 现在很清楚。 所以我赶快把它写下来, 跟你们一起分享 一个这么仁慈的神 怎么忍心 把人放在地狱受苦 有学问的人 这样问 他为什么不肯信耶稣 因为他想不通 这么慈爱 神就是爱 这么慈爱的神 怎么忍心 把人放在地狱受这么的痛苦 他为什么不肯相信 我在研究 希望有机会跟你一起学习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是宣布主的死 直到他再来 吃主的晚餐 不可与家里吃饭混淆 记清楚 今天我特别把他交代一下 吃主的晚餐 跟家里吃饭不相同 晚餐不相同 两千年前开始的时候 有人搞错 所以我今天把他重复一次 你们聚会的时候 算不得 吃主的晚餐 因为他们那时候吃得不好 因为吃的时候 我个人先吃自己的饭 大家都拿饭 菜到教会来 鸡尾位的时候 大家一起 有一些在那里吃 有些在那里吃 有些在那里吃 大家在那里好像饭 饭 饭 把教堂 好像饭 饭 一样在那里吃 有些肌肉 有些醉酒 其实那个情形非常紊乱 你们要吃 难道没有家吗 听清楚了 普通吃饭在家里 手伸仓 在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 七日地狱 我们聚会白饼 吃主的晚餐 跟在家里吃饭不相同 那个饼也不相同 那个饼必须是无效饼 那个葡萄饰 在家里面 这个无效饼是不好吃的 我们很多不同 会非常好吃的饼干 还是你们藐视神的教会 教会那没有的羞愧呢 我向你们口怎么说呢 口因此称赞你们吗 我不称赞 所以弟兄们 你们聚会吃圣餐的时候 吃主的晚餐 要彼此等待 若有人饥饿 可以先在家里先吃 饥饿了在家里先吃 每得你们聚会 自取 自己取罪 这是圣经们记载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手伸上的时候 是严肃在主面前 想念 纪念 我今天能够有机会得救 是一个非常宝贝的机会 耶稣要付上这么大的代价 我们人常常会忘记 我们人常常危机 所以必须要提醒 每个礼盆天 得救的人在什么地方 在基督的教会 做什么事情 想念 感谢神 为我们牺牲 叫我们得到罪 得到罪的赦免 其他事我来的时候 再安排 结论了 他们经过过程 把耶路舍人使徒和长老所定的规 条规 交给门徒遵守 所以是要讲 一个规定 全世界 所有的教会 统一的 遵守 绝对不是 这个宗派有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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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 所有信耶稣人 同一个方法 一封信 所有的教会都要执行 这是两千年前的情况 意思 众教会信徒越发坚固 人数天天加增 主耶稣为教会 贺益和祷告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 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 信我的人祈求 使他们 都贺为 因他们的话 信我 信耶稣的人 就是我们这些 全世界 主耶稣为他们祷告 正如你父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 使他们 也在我们里面 这是 是 约翰福音十七章 二十二十一节 哇 讲完了我 感谢神恩对 我讲得清楚吗 你们听清楚吗